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到的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台风消息 大家在我背后的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了 现在整个太平洋上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热闹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台风真的非常多 除了我们说的卡努台风 卡努台风大家说 哇这个台风真的是 别人可能说它是很磨人的台风 或者是说很诡谨多变的台风 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很多 如果以前在播气象的话 我一定会觉得好辛苦 因为你光是盯着它要怎么走 你都想不到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卡努台风 是在这个琉球群島附近 未来它会怎么走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它一下好像要去日本 然后一下又要跑去韩国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路线 就往朝鲜半岛去了 尤其可能先经过了南海战机到北韩 这对北韩来说 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因为北韩的基础建设并没有太好 那现在呢 它除了到了这个北韩去 可能到了北韩去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可能影响到东北 这也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地方 那我们要再来看到的呢 就是卡努台风 我们刚刚说它要往韩国去嘛 那其实整件事情就是对韩国来说 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刚刚说韩国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北韩 我们讲的是北韩 基础建设并没有太好 而且上一次有台风过去的情况 史上第一个是2019年 而现在大家比较紧张的是 韩国压力会非常大 这是天气的专家 是像学者洪启明说的 韩国现在是非常紧张 不论是南韩或是北韩 而且呢 现在再次回马枪 在之前已经对琉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虽然说现在太平洋上有三个台风 一个是卡努 一个是蓝恩 还有一个是新的 从这个另外的这个换日线的地方 再移到了整个太平洋上 基本上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未来七到十千 未来一个礼拜 基本上天气都是还不错的 不过还是要特别担心的是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灾情 还是非常严重 这可能是比较辛苦的地方 不过在今天父亲节也是历秋 那到底天气状况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次报道 预估的短时间之内 在嘉义引南地区 还有台东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父亲节这天 西南风带来的强劲水气还没完 嘉义引南山区还是要留意大雨 屏东跟预估出现好雨 隔天状况差不多 而到了周四 全台水气会变更多 西半部地区局部大雨 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午后雷阵雨 变得明显 直到周末开始 西南风终于减弱了 但并未完全停止 中南部仍然会有零星短暂教育 等于一周天气依旧处于不稳定 台湾我们预估越来会稍微向北移动 那相对它会使得台湾附近 甚至我们上游区的风场 会有些些改变 不过在星期四星期五 我们这边的水气增多 而且产生对了云的机会也增加 台风接力生成 卡路台风预估即将通过日本九州 接着朝韩国方向前进 不过就在日本东南方海面的兰恩台风 已经在八号上午生成 预估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同样往日本移动 另外位在中太平洋上的四级飓风 朵拉属于境外移入台风 不排除是长寿台 跨越换日线 进入西北太平洋 成为今年第八号台风 未来台风动向都还要持续观察 只是八号这天也正巧 进入二十四节气的立秋 命令老师提醒在这天 少吃细瓜与良性的瓜类 反倒秋代表稻米与火 中午吃白饭能增强财运 跟整体运势 立秋象征最热的时候已过 秋季即将开始 但近期中南部的民众 只盼致灾性降雨能快趋缓 特别新闻终合报道 好那我们再来看 说到这个天气不好 如果你要出国的话 应该会觉得蛮困扰的 不论你要去南韩 或者是去日本的话 你可能都要特别注意到 台风对他们的危害 但如果今天你明明在台湾 台湾其实这七到十天 都没有天气变化 基本上天气状况 住了高频地区 其他地方大致上 都还算稳定的话 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出国 这个行程规划 你可能要特别考虑一下 尤其是未来两到三天 你要去日本南韩的话 一定一定都要特别注意 不过如果你今天在台湾 真的想说台风来了 去了日本韩国 你没有办法去 想要把行程取消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要教你要特别注意到 其实现在台风来了 你到底要飞不要飞 真的都是一个大考验 但是我们要说 如果在今天你想要 你的航班是延误或是停飞的话 基本上处理方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 航班延误或停飞的话 你记得一定要拿好什么 延误的证明 还有停飞的证明 甚至你的正本 机票的正本也一定要留存好 因为到时候理赔 才会有相关的依据 然后你延误五个小时或停飞的话 基本上其实就是可以全额退票 而且不用收手续费 这是维护你的权益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那我们再来看到 如果在今天你的航班照飞 但是你就是不想去了 该怎么办 因为很多时候 你知道当地也是看到下雨 你想要拍照都没有办法拍照 那其实就要特别重要 建议在24小时之前 就要提前改期 但是需要手续费 但如果是退票的话 就不是全额 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不想去的嘛 所以说都要提醒大家 这当中可能会扣一点手续费 或一些相关的处理费用 这都需要特别注意 不过最保险的方式 还是保这个旅游不便险 或是平安险 都是会对你的权益 有些不错的这个维护 那我们再来看到回到台湾 其实现在高平地区 天气真的很糟 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高平现在依旧是好雨不断 但好雨不断 连带也造成了很多土石的灾情 像是屏東的狮子象 在今天早上下起大雨 风陵村 其实它的水沟 基本上都是满起来 涨起来了 很多人的家里 基本上都变成水乡则国 还有这个阿朗伊古道的林外道路 也出现了三处的碰塌 大雨中泥流滚滚 在马路上窜流 水势湍急 即可把村长挤坏了 村长清楚了 小心哦 村庄道路上泥巴水满溢 这水还冲进住户家中 居民紧急把家具垫高 屋内一片狼藉 二长我家进水了 都是水 水淹水 屏东四十项临村 上午十点半下起大雨 顿时村内陷入泥流 水淹十五公分高 还好大雨来得快去得及 半小时后就逐渐消退 整个一半的社区 水都流着马路这样子 黄水都流下去 尤其一户有淹道 五户 丝子及封港上午一小时内下了六十毫米上下的雨量 排二十六线封港路段也出现路面积水 道路边坡 黄澄澄的泥流不断涌出 水深一度达到半个轮胎高 车辆经过渐起水花 驾驶只能小心翼翼通行 年日豪雨 阿朗一古道的领外道路也出现崩塌 山壁上的土石甚至树枝 全被冲刷下来 满布整个路面 大崩塌总共有三处 包含水泥路北段 中间的闭车道 还有工程尾端 环蒙路控连外道路六月以来 遇到下雨就崩塌 他们质疑全是工程过度开发忍祸 TVBS新闻叶凤达 屏东报道 好 今天加入我们现场的是 自身记者陈向如 向如姐你好 至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向如姐我想要请教 我们现在真的说台风一个接一个 卡路台风现在要直冲朝鲜半岛 而且好像连北韩都在他的路径上 对不对 向如姐 没错 至于你知道吗 其实啊南韩的海电社呢 他们就有报道说 南韩的气象厅呢 6号哦 6号他们就指出了 卡路会在周四登陆了南韩的东南部 而且呢 他的移动范围会比预期的更远哦 根据预报呢就显示 周三的晚上到周四的晚上 在釜山还有卫山南部地区会出现了降雨 而且呢受到了卡路直接影响 在大丘 庆上北道和中青北道等地区呢 也都会出现了强风 再来看一下呢 南韩的气象厅他们预测的路径又是如何呢 卡路呢 他在南韩的东南部登陆以后呢 将一路朝着西北方前进 并且进入了北韩 那么北韩的官媒 也就是朝鲜中央广播电台 7号呢 他们就呼吁了当地的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而且呢要防止任何有可能的损失出现哦 同时的话呢 北韩他们还呼吁了农业啦 交通等关键的部门 要制定好安全措施 针对了洪灾土石流等高风险的区域呢 要保持的这个警戒哦 同时的话呢 你知道吗 卡路呢 他是不是会直接贯穿的韩国 朝鲜半岛 使得大陆的华北跟东北 还有南韩北韩 这四个地方呢 都会涵盖他的暴风圈内呢 现在不到最后一刻的话呢 卡路的心中呢 说实在有一点难以捉摸 为什么呢 因为卡路他原先预估 8号到9号会贯穿九州进入日本海 但是最近几次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模式预报啊 出现了不小的变化 那么各国的预测呢 都纷纷修正了 有的预测呢 他是会直扑 而且是贯穿韩国朝鲜半岛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原本好不容易呢 集中的这个细节呢又散开来了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了卡路他转向以后呢 路径还有大幅修正的空间 因此提醒要前往韩国去旅游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了 不过卡路台风其实现在归宿移动 不只让北韩南韩甚至日本都非常紧张 还有中国大陆的东北 现在也提高警觉 泥流中在福在城 还好是路人建议勇为直接跳下去救人 亚洲双台肆虐 另一边就是归宿移动的卡路台风 到7号为止都还对冲绳造成影响 土石台方汽车冒险在泥水中通过 卡路对冲绳影响时间将近一周 光是在7号 还有多达一万三千多名旅客 行程受到延误 上飞飞不得旅客心好累 而在第一线的记者也快泪滩了 罕见的长时间强降雨和强风 这次冲绳粗估农作物的损失 就超过了五亿五千万日币 而这一切还没完 卡路继续往北 日本九州方向前进 烟美大岛已经有风雨 南韩沿阵以带 为什么卡路能撑这么久 就是因为温暖的海水 持续成为它的养分 事实上欧盟气候观测站 才刚公布数据 海洋表面温度 已经来到了摄氏20.96度 超越2016年盛英年的 20.95度的记录 这代表地球温度的调节剂 已经量起警讯 海温对于调节全球暖化 它已经动尾表了 抠不住了 所以未来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现在盛英现象 正在发展当中 到了年底 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强盛英 所以今年的海温 整年都会创下 有史以来新高温的记录 如今海温又创新高 今年又是盛英年 可能得面临更多气候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向前我也很好奇说 因为我们看这个气象的资料 台风对于北韩人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 因为好像直到 我们说的两三年前 才真的史上有台风 到了北韩去 但我好奇的是说 因为我知道你有去过 北韩采访了 其实北韩的国力 相对来说 大家印象当中 比较贫穷一点点 他们到底该怎么防台 还有有相关的因应措施吗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当时去北韩的经验吗 没错 志宇你知道吗 其实在2020年8月的时候 最近也没有多久 在超前半岛的时候 他们就出现了超长的梅雨季 再加上台风的侵袭 确实在那时候的北韩 就发挂了非常严重的洪灾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就连当地的核子反应炉都受到了损害 那么财政状况 当然就更加的雪上加霜 好这是近期哦 再往前推一点的话 2019年 这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个台风 林林 它是疯狂的肆虐北韩 当时造成了5个人死亡 那么因为这是第一个 登陆北韩的台风 于是外媒就报道了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他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呢 他就疯狂的指责了 他的所有的官员 说他们戒备不周 而且是在会议上面大发雷霆 好那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呢 曾经去过北韩采访 你知道吗 其实北韩除了平壤以外 其余的地方都相对比较贫穷 包括了他的排水设施会不良 他的基础设施会老旧 再加上大面积的去砍伐林木 那么台风一来 他所夹大的豪大雨 对这个贫穷国家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大灾难 这是可以预想的 那我们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去的北韩你知道吗 首都平壤有高楼 有现代建筑 有超大的广场 有特地为金氏家族金日成金正日 也就是当今的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的爸爸和爷爷 所建设富力弹簧的领寝工人瞻仰 他们的这些通通都可以抵挡风风雨雨 但是出了平壤 那就是跟台湾五六年代差不多 平房茅屋牛耕田 驢拉车都是非常田野的风光 那么基础设施的老旧 你就可想而知 怎么去抵抗台风了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台风会下台好大雨 洪水一来 你会夹杂的这是什么 泥土沙粒还有漂流木 这些东西的话呢 看似好像没什么 平常的时候呢周边都会有 但是你要知道当豪大雨来 而且他是集中的 下在同一个地区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了不合适的灾害 那么当你的建筑物 桥梁道路加油站电信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那么你的救援机制又不足的时候 断讯断粮这些呢 都会危及到了老百姓的生命哦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呢像最近的时候呢 台湾也有一些灾害 但是呢是靠救援人员 马不停蹄24小时日积 也把路给打通 那么里面的人才可以出来 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的话呢 北海他们没有这样子的 薄力去进行的救援的话 里面的人你说他能够撑多久呢 哇其实刚刚还有很多人记得 我在开场前说的话 希望大家留父亲节快乐给自己的爸爸 我会帮你念出来 还有人记得耶 这个威廉谢就说了 老谢祝父亲节快乐 孩子在雅逆桑那州工作 一切顺利 让他看台湾的天气 也是蛮热的 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这是非常贴心的提醒 那回台要请你吃饭 吃蛋糕等等准备就要上工了 所以说你是在美国看我们的直播吗 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还有周周就说了 北韩天气非常凉 他会想要去那边旅游 以及其实很多人也都说 就是周六的YT看得到吗 张宗宗说的 周六的YT也看得到 周六的TVBS看世界是一个特别的版本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讲台风 台风当然其实现在对整个亚洲地区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关注的议题跟关键字 但其实在中国大陆 尤其是浙江这几天的狂风暴雨 再加上整个前唐江的这个大潮 冲上提案让很多游客是赶快逃命 不要命了呀 还不好 岸上的民众不断大吼 要这名男子赶快上岸 别再直播前唐江大潮 大浪逼近 他才匆忙奔回岸边 另外有不少游客近距离观浪 结果被浪卷走 现象还生 卡路台风还没到 中国道路东部沿海已经戒备 7号在宁波机场一架货机降落滑行时 冲出跑道 所幸没有人伤亡 为保障机场航班起降安全 宁波力胜国际机场已经暂停现场所有航班起降 目前卡路台风已经生成11天 比台风平均寿命6到7天还长寿 中国大陆预测 卡路台风再度大转弯后 可能向西转 等到韩国之后再扑向东北地区 卡路残余环流 如果和正在酝酿当中的第7号台风 兰恩共同作用 就可能会形成双锅轮送水的形式 给东北地区带去暴雨 上个台风造成东北的洪灾还没结束 同时河北的洪灾也还在善后 却传出有网红到灾区作秀 一般人拉个老头站在水中间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 你们是干嘛在哪个单位的 如果你们作秀来了 站在潜水区拍几张照片赶紧走 不只摆拍 还擅自为了宣指的救难员募款 跟Plus的家中直播 种种乱象让人无法接受 TVBS用张志明陈玉文综合报道 好像而且我也很好奇说 我们台风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杜苏瑞台风其实 严重的让中国大陆很多地方 其实都出现相当严重的灾情 但是我们讲说 现在东北地区 我们以前都说东北是粮仓嘛 这一次卡路台风又要再度接近了 他们又该怎么办 没错你知道吗 至于大陆称卡路台风 是一个磨人的家伙 你就可以知道了 他有多么的难搞 目前的时候在松花江 松花江是黑龙江省最大的支流 部分的江河段 他们已经开始有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 这是预估 那么累计的降雨量是80到100毫米 因此他们已经提前告知了中小水库 要调度确保安全的库容 另外呢 暴雨区的中小河流 要注意山洪灾害 还有城市内涝这些各项灾害 那么这是黑龙江的部分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大陆整个群体来看的话呢 大陆的中央气象台 他们就预测了 卡路台风已经上北90度的急转弯 预测中心呢 会在这个南韩的南部登陆 再向北直穿到朝鲜半岛进入北韩 而且呢会在11号到12号之间 从北韩进入到的辽宁省的东部 那么届时它的强度呢 仍然会有热带风暴的等级 就相当于轻助台风 因此大陆气象局的分析师就说了 卡路台风呢有较大的机率 在登陆朝鲜半岛之后 移入到了大陆 但不论最后的路径是如何调整 大陆的东北地区都要警惕 因为卡路会带来明显的风雨 而10号到12号大陆东部还有东北部呢 会有好雨跟好大雨的机会发生 局部地区甚至会有200毫米的雨量 至于